小艾斯28日出席品牌活動 日前被回歸的歷經放話 小艾斯這次入圍金鐘 是因為自己沒有主持 言下之意要她把握今年的得獎機會 好 為了妳 我一定要拿到金鐘獎 她還做妳的節目本來好像是她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她的助理想要巴結她 所以就說謊吧 因為妳也知道身為她的樹林 應該是要戰戰兢兢的 我覺得金姐就是我非常非常歡迎妳回來 而且我很期待妳的新節目 到底有多好看 明年真的可以入圍金鐘嗎 哈哈哈哈 歷經愛表示想邀請劇軍業上節目 只怕被小艾斯阻擋 這是一定要擋的啊 因為如果姐夫要上節目 怎麼可能會先上她的 當然是先上我的啊 所以姐夫到底有沒有要上的啊 因為我的那個這次入圍的CD想聊 可能會即將要做第二季 然後我名單已經在討論了 我已經問過姐夫 我說 平步妳可不可以有便宜來 他說of course 就是我對我的姐夫做任何要求 他都會說ok no problem 有求兵的姐夫 對大艾斯更是寵到不行 唉我每次講太多他們的事 我就想說那個 快被罵是不是 對啊因為妳也知道我姐我很怕她 但是我只是希望我姐可以幫姐夫 買一個護腰 怎麼說 什麼意思 妳真的不太好吧 用力過度 對啊是姐夫的腰怎麼 不是妳們不要誤會 是因為我姐姐常常就是 很喜歡躺在床上就是看劇啊 或者是躺在床上什麼什麼 吃飯啊 然後因為現在有了那個 姐夫的存在他就會 撒嬌 因為他以前還可以憑自己的雙腿 走到廁所上個廁所 然後他現在都會說 歐巴 好像他自己動不了 然後那個歐巴叫 這樣彎腰 然後把他這樣抱歉 然後帶他去各個地方 所以上廁所也是姐夫公主抱過去之類的 這麼浪漫 很多地方都是 我覺得妳趕快被罵吧 我也覺得 我就好害怕喔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們兩個真的很傷害 然後姐夫真的很體貼 謝謝 妳覺得我會不好意思罵嗎 我覺得妳會 就算會被罵 以後還是要多分享啊